刚才我们的主题是 相信小的伟大 一个人做很多 他不是公益 很多人做一点点 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公益 慈善可能是有钱人的权利 但公益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 公益不分大小 公益不是看你捐了多少钱 而是看你唤醒了多少的爱心 是否能够唤起更多的人 一起参与 公益与慈善不同 慈善以给钱为主 公益需要钱 但是光有钱远远不够 它是需要用心 它需要用时间 更需要用行动 慈善也许给别人的好处 比较多一点 参与公益 往往自己才是最大的 最大也是最真正的受益者 我认为慈善是一种积德 而公益是一种修行 慈善是个人的事情 应该低调一点 但是公益是很多人的事情 应该高调 而且越高调越好 把慈善做得太public 可能就会变得变味 但是把公益做得太low 太private 就会缺乏影响力 我个人更是认为 公益是最好的治愈剂 是最好的药品 刚才拉尼亚皇后讲了 研究人员发现 捐赠金钱 实际上要比获得金钱 能够带去更多的快乐 我觉得非常对 也非常有道理 我认为公益 是治疗我们这个地球 治疗我们自己最好的良药 我认为公益不是责任 而是因为热爱 就像两个人结婚 如果考虑是责任的时候 麻烦就会很大 而是因为爱而在一起 公益不应该是一种 外在的负担 而是应该成为一种 内在的基因 企业不能一方面 对社会制造有污染 有毒的产品 年底做点慈善 而应该把整个企业的责任 把公益的基因 注入到商业的模式中 把商业和公益 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喜欢的是 用公益的心态 商业的手法 有年轻人的地方 就有希望 就有未来 年轻人做公益 就必须得有创意 必须得有创新 才能做得有滋有味 让身边的人 更多的人喜欢参与 参与的人越多 越会觉得这事情有意义 公益就会越成功